你給我命, 給我命 你這雙九郎男女 光天復發日之下, 竟然目無旺返 你不再跟我攬仙 我要死無葬身之地 謝謝俠時相救 不必多黎, 請氣請氣 姑娘, 你看清楚 他是不是朱大人 是呀, 是呀 難得比你更多一次 亂說一通 你別再戲弄我了, 你不是我相公嗎 你想做我娘子嗎?行, 來吧 姑娘... 甚麼?我送你去歸西 甚麼?你這麼兇? 痾痾痾痾 怎麼樣?跟不跟我回去? 我很難服事 我打也打得你服 哪怕你是鐵金剛 我也把你化作妖子有 果真 你別後悔 看看誰先後悔 姑娘, 你就這樣掉下我們就不管了 自古千里恩怨一線軒 我對這段恩怨好像早有預感那樣 你們拿去變賣作盤村吧 希望你們兩個能夠早日嫁得如意浪君 姑娘, 你如此草率就付託終身了 我一鄧鄉敢作敢為 絕對不會埋怨別人 說話多多 是不是因為他有幾分子朱大人 或者... 誰是朱大人 是我的前度流浪 我看見他, 我一定會送他歸西 姑娘, 現在你沒有我們清清楚楚兩個 不過以後萬事你也要靠自己清清楚楚 我會的了 真是囉嗦 珍重了, 姑娘 再見... 真是殺人... 跪下那位可視蛇佬先生 這位差大哥 莫非包大人知道小民的冤情 大人, 蛇佬先生在此 小民蛇雪民 有冤情, 求包大人為小民申冤 蛇佬先生, 請你請你 你冤從何來 小民來得充磨, 沒有帶訟詞 黃包大人, 聽小民細說道來 不必不必 冤情乃冤孽所致 請你入十望殿內一漢 有冤就有勞訴 甚麼的冤情一數盡兇 包大人, 我看你把這件事情搞錯了 你去一漢便知分曉 你去一漢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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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一漢便知分曉 莫長大人 我去到天腳底也要告你 為甚麼 爹 為甚麼你會經過這一帶 你去盛南有事嗎 真是搞得我一塌糊塗了 爹, 娘她近來好嗎 她...她為了你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好 說出來也沒人相信 沒人相信的話, 最好不要說 那我想順道去探望娘 你去哪一條路 我...我只是回家 那我們上路吧 不知為甚麼我的頸子很冤塗 其中一定有奧妙 奧妙? 陸兄 這次我的樂長大人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有你也說不清了 陸款兄 這次勞煩你為我奔波 此恩此德, 沒此難忘 朱兒丹, 如果你下次想換 除非換你自己的頭腦 不過起碼也不用換一副心肝 因為這次朱兒丹已經決定 會從一而終 來了... 陸款兄 陸款官 在 凡夫族旨, 琴室是否和諧 你就置身於其中 我們十皇殿將會有災難 你又知道嗎 天上的飛眼, 你喜歡哪一隻 想來就飛走了 左邊有三隻 好 好嗎? 怎麼會有屍體在這裡? 無知府人 現在四處洪水泛艦衝到十皇殿 所以把你菩薩衝到四處都是 為甚麼熟口熟臉呢?為甚麼呢? 好用的菩薩 走 好用的菇形 乘黎, 停轎 甚麼? 欣妮, 花給我拿她上來 這不是陸判官 不如把她送去十王殿吧 十王殿已經泛濫到 變成殘忍敗雅了 又怎麼送她回去呢 所以裡面還有很多位菩薩 不如叫家丁拿上來吧 來, 你們去吧 陸兄, 陸兄, 我找得你好苦 我還以為今生今世 我們都無緣相見 我跟我娘只會去蘇州一行 不如我把你送去那裡的十王殿 好不好 浩空師兄, 浩雲師兄 臨安府的知府朱義大大人 已經來參神了 師父叫你們準備打點一切 是甚麼 此間的十王廟 相距清心寺只不過是半理路 那我們可以在黃昏之前 先把陸判的神像送回去吧 我們不是明天早就趕著起行 相公你又何必心急成這樣呢 陸判對我的恩典 真是有如在生父母 你說極了, 我也不明白 你在葫蘆裡買甚麼藥 這位 不如先到來堂 讓齋菜吧, 好嗎? 好 請 謝謝 我家自在陸水中 游來游去立融融 陸水堂忘無天際 朱在水中真輕鬆 蝦冰蟹像莫濟湧 除波逐浪脆微龍 但熱魚翁不來鳥 自由自在落浩泡 自由自在落浩泡 白菜怎麼賣? 大嬸, 我們這些菜 是青芯子的菜園種出來的 你要多少? 我們換了錢 就用來給青芯子添香油的 服有油貴, 大嬸 多少就釋除尊便 那要五斤呢? 這兩棵怎麼這麼老呢? 我換過這些 我換過這些 大嬸, 大嬸, 你漏東西了 甚麼? 你...你一邊走一邊漏石 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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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大哥, 白菜是不是你的? 這些菜要讓那個大嬸 拿回來才對的 麻煩你, 小兄弟 他不會回來拿的 那你知不知道 他甚麼事這麼驚惑失措 你不好好地讀書 走出來賣菜 那你呢? 你就不回家讀書 在這裡隨街玩 我... 關你甚麼事 你這麼橫皮 我看見你娘我一定告訴她 我看見你娘我告訴她 我看見你娘我了 兩年前娘已經離開了 來, 阿阿阿 魚閉大哥, 請你搖帥我 我不敢亂說話了 別想說 你不敢亂說話了 女兒, 甚麼事這麼心碎不靈 你幫不了我 整個蘇州河冠都知道你為情所困 是嗎?笑甚麼?笑甚麼有甚麼好笑 開封府就跟到這裡, 扮軟水龍 不可以嗎?難得有帥郎 最怕神女有心, 傷亡無夢詐 張真兄 朱大人 得必俱禮 張兄, 其實今早我們老遠已經見到對方 為甚麼你不避免 我一件案件 是有玉貴為知府大人的朱兄弟 張兄姐 張兄, 其實你原本不是要去 令樂長上國大人投靠 才是提親的 為甚麼會滯留在佛門之地呢 我寧願留在佛門之地 跟他們抄襟 等重舊盤村 才考慮上不上路 可是從這裡到上國府 根本是朝夕可達的 是呀, 這只是給自己一個藉口 如果我不說自己卑微的 就顯得更加沒自棄 其實想一層, 又有甚麼好去 要讀書的, 哪兒都可以讀 如果你說要求親 我又怕誤人誤己 張兄, 但是千里少少來到這裡 才放棄一切 這話似乎連自己也說不通 一見到朱兄, 就令人汗額 朱兄, 更加令人氣短 朱兄, 你記得嗎? 我曾經自嘲說 我無論走多遠的路 你一定會趕得上的 可是到了如今 我還在這裡仇處, 還在趕路 而朱兄, 你已經高中功名利路 我真的連柳爺趕課場也算不上了 你別再說了 我最不喜歡聽遮怨命運的話 你聽著我說 這次我跟夫人是要去蘇州省親 而且會順道去令岳掌大人那裡敗手 你跟我們一同上路 但是... 不要大禮這麼多 張兄, 正所謂夜長夢多 後來李宇想他怎麼樣 他又不能進去佛門 但是他又喜歡那個書生 從安峰跟進去林安 從林安就跟進去蘇州 是不是? 去到那裡, 怎麼知道佛門隔著牆 那個書生要跟和賞人爺抄經 他又見到他的面倒一面 這些叫做甚麼, 你們知道嗎 這些叫做虎相思, 相思虎 九千歲 你為老不尊 說這種話給小輩聽 自生賣壞了 我們說虎相思 好啊, 那有頭有尾的 當然了, 我們每個都有頭 又有尾的 好啊 好啊 想想想看我的頭魚 是不是? 你還怕嗎? 說給你吧 是不是? 你以為這條魚多聰明 他就深深一計 佛門之地呢 經常有些水族的兄弟姐妹 又捉又放 這些叫做甚麼呢 叫做放生我 是甚麼呢 是燒災解難的說 他就...他就衝過去放生那些寒烈 乘機進去佛門 他就見到那個書生一面了 我也懵懵了 真是頭腦不清醒了 暈暈眾生 我真是看看 大枝若魚 是呀, 是呀 是呀, 好不好爹 好爹, 拍手 拍手呀, 拍手呀, 拍手呀 拍手呀 是呀, 是呀 是呀 你跟我進來吧 我們掌路送完畢之後 就可以跟你談談 如何為你主持法事的了 我這裡有六隻龜, 八條椅 就夠你們做一次隆重的放生法事了 進來一天 是呀 又會這麼陰差陽錯呢 我們剛才來到, 人家又剛剛走了 一天都是你的蠶草師 是呀 喂, 喂... 是呀 這樣吧, 朱大人 以後每逢冬至前後 我都會找一群人來 把這個壽皇賢修緝過了 讓他十年一天都這麼綺麗, 好嗎? 做得到就最好 對了, 每年到其事 我會派人從臨安那裡 把修緝的費用送交給你 還有, 門口那些夫之敗業 跟我一一結了 我知道了, 自古以來這類廟宇 已經是令人望而卻步了 你說如果外賣陰森可報的話 又怎會不令人果足不前呢? 那香火又怎會鼎盛呢? 是嗎? 是呀, 師弟 外面真是有很多柴木賣 真是雜亂無章的 好, 我現在出去打點一下他 請吧, 師弟 請 各位, 請跟我出去, 請你走出去 相公, 不知道為甚麼 我過多月來 那條頸的無名酸痛 在今早一突入這個十王殿之後 不知不過痛苦全燒 其實早就應該痛苦全燒 我也不明白為甚麼痛得這麼久 不過夫人對菩薩這麼誠心 相信也不會有第二次的 本拜 三十時好 張公子 蘇夫人 你似乎對這個殿羅的一切都頗興趣 有甚麼令你這麼入神 沒有…這些陰屍地府 人家說向來都是賄影賄聲的 是嗎?朱兄 是呀… 沒有…事實哪有這麼離奇怪誕 朱兄說得比王全之路 好像風景名勝那樣 難道朱兄你真的去過? 是呀… 假如我說我去過 你會不會相信我? 陸兄 朱二丹, 我跟你之間的友情 暫時來說恐怕緣分已盡 我身為陰間的官員 斷斷不能永遠游棄人間 但願你一樣在命中安排你 在一年半載 經歷一切你從來沒試過的喜奴愛樂 如今你回顧一下 你已經判若兩人了 陸兄 未知是何是福 已經不重要了 朱二丹, 憑良心說句 朱二丹, 你還欠缺甚麼? 沒有了 有 還欠一些日後跟陸兄你繼續做朋友的 一點點緣分 世事很難說 正所謂有緣必定能相聚 後悔有編了 後悔有編了 發生的課程 朱二丹 臣 找大馬 你還在寄圈 這兒 人 你還在寄圈 你還在寄圈 好 好, 走 小姐, 夫人要我拿來給你欣賞的 欣賞? 欣賞完又怎麼樣? 是這樣的, 這一箱被玉如意 是陸如後夫人帶來給老爺賀秀的 當夫人在內堂收賀禮的時候 一見到就認定小姐你一定會喜歡的 但是未曾問請老爺是否同意 我喜歡, 爹沒有說不同意的 小姐, 小姐 兩位表少爺好像向著這個方向來 你穿鞋子吧, 好不好 你怎麼知道老夫想說甚麼? 張真並非熱衷攀龍赴鳳的人 我也明白金家不會招白衣誓 就算上國大人怎麼處置也好 張真絕不反對 寡情無疑, 還負興貧 亦非老夫所為 這樣吧, 旗海江府沒有多遠 有座逼波談 你就去那裡讀書苦修 將來有成 到時候舊雪重體也為時利晚了 老爺, 夫人她... 張公子, 不如請到後堂吃點心吧 這位大叔, 不用客氣了 我知道上國府內奔客滿堂 上國大人只是想我早點走 不如找人帶我上路, 好嗎? 難得張公子心靈大意 對了, 怎麼可以跟夫人道別一聲呢? 夫人不給舊老爺, 更忙碌 對了, 小姐一定在府上 小... 大叔, 找人帶我上路吧 是這兒吧 表妹, 你真是了不起 一指錯, 那就滿地皆落索 你...你還傾我? 月滿, 給我趕他們出去 我左看看, 右看看 盡看, 傻碰皆敗帳 喵, 喵abi, 喵 喵chten, 喵通賺 實難痴欲雪, 眾心上喵 喵... 打他... 我也要打他 一個月的自然骨頭, 你笑甚麼? 你笑甚麼? 我怎麼這麼笑, 小姐 我明明看見你偷笑的 你還不嘴硬, 你還不嘴硬 小姐, 別打他了 你以為你這麼說就沒份了 好想... 珊妹 環珠姐姐, 你剛才到的? 你看看你, 這麼久沒見你依然... 依然這麼刁馬 你們兩個下退 帶朱夫人的丫鬟一起去吧 朱夫人衝甚麼賊上來呢? 匹羅春 是 蛇姐, 你認得剛才跟你在面那兩位輕薄少年嗎? 若兩認得, 他在你院房的表兄, 是不是? 他們兩個整天都會惹我的 兩個都這麼跳脾, 兩個都這麼兇無典默 怎麼會呢? 他們兩個都算得上七尺昂床了 但是兩個都這麼醜樣了 他們兩個都這麼醜樣了 他們兩個順紅似白, 玉樹臨風 你還說他們醜樣? 真的嗎? 那我怎麼算好?我怎麼算好? 玉玉紅掌, 我選誰好呢? 蘭妹 你應該知道 你自幼就已經取配給張家公子了 那又怎麼樣? 他跟我夫婦二人 一齊來了向你爹爹拜仇 如今他呢? 你爹聲言不招百姨之勢 已經把那個遣王 逼波譚伴的書債落腳 叫他在那裡苦收 就知道等他考取功名為止 那他是出身靈魂望族的嘛 沒有功名而已, 有才勢就行了 那個爹 但是張公子已經以家道中落 一貧如洗涼 這樣嗎? 你一無所聞的嗎? 根本爹和娘都沒有正視過這頭親事 我連那個姓張的公子 都怕有七年沒見過了 小姐, 點心準備好了 這裡這麼大風 不如請夫人過去東商那邊 再用點心, 好嗎? 還有很多拜仇的奔下陸做來 是呀, 聽說南街的餘龜棧 全部都住滿了由遠方來跟老爺拜仇的 姐姐, 你在想甚麼呢? 來呀 來呀 幹甚麼呀?來呀 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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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雙虎之內, 連張椅子也餓過人 沒用的, 人家一坐下來, 不中漢也要中用 好, 等我砌好你 別以為自己爛了就不用讓人坐 來吧 嗚呼 nee вол宋 娘, 娘, 你是不是來了探嫁兒? 要不要我們一班來跟張公子洗地抹槍? 不要弄髒怪, 嚇壞她的 真是紅顏多薄命 你那個張公子這麼薄, 把石頭扔你 你以為了, 你的殼硬, 她想扔你 扔中了我 難怪上面人間也是這麼說 男就怕入錯行, 女就怕嫁錯王 你有沒有聽過那些人說過 日久見人心 張公子的為人一向都是這麼靜靜不屈 如果她說人是遙風擺柳的 騙得到人都騙不過我 到了這個田地, 怎麼輪到我說話 你都說了, 你就對了 我最不值得上甘寵的一家 嫌人家家道中落, 就開心見誠說了 又要故作遠轉, 擺出一副胸懷骨疼傷 我知道, 你嫌張公子和尚角小姐總定分約 這些叫做鯉魚俠肝草, 草漏魚片 真的嗎? 是呀 那個尚角小姐, 身嬌肉貴又怎麼樣 那心地不好就糟了 我不相信張公子, 我喜歡他 媽姐也是你說的 拜拜 拜拜 很香 香?什麼香? 我好像聞到鄧山碎 不是吧 對了, 你以為他喜歡吃甜 還是喜歡吃餡料? 吃甜就是吃餡料 一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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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行了 好, 那還不快點手 又是要我嗎? 好...笨人出手 一會兒那個刁蠻公主醒了 就有好戲看了 醒了沒東西吃 你少擔心吧 沒有人會做過 上虎除火, 從早上做到晚的 人家說我們魚嘴漫漫 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 快點走, 快點走 不然點心已經冷了 來, 交給我行了 你自己拿進去嗎? 難道變進去嗎? 將你點心 就像下雨一樣起橫梁下去了 心急成這樣 自己為自己做月老 親身是紅絲了吧 誰說的 人家張公子現在在這裡下腳 我怎麼不進去 知道清楚他的人怎麼樣 難道自己在這裡鼓鼓一下嗎 還不清楚? 開風來到這裡了 還不清楚?還不清楚 誰說我想用這個樣子下去 變成金小姐 不如我也變成老爹爹跟著你進去 好嗎? 不許呀... 不愛你在這裡鼠氣兒子 你記住了, 遍布山山亡 不要像在水底下這樣兩頭撞 記得嗎? 打完真是不愛皇上了 反下去了 我還要交代你 你千萬記住 如果跟別人說話 有哪兒不想讓別人聽到呢? 你就咬著他的耳朵這麼近來 那我就不聽到了 這位小姐是... 夜涼熱水, 這裡很大風 是 小姐, 你沒有人隨行嗎? 那...上閣大人一定不知道你來這裡 是嗎? 公子, 這些點心 是上閣府內蘇州名廚精神炮製的 不如你選用多少來代替你... 我真想不到 我將親一家寒味 都能品嘗到上閣的街口美點 小姐, 你不用客氣, 我自己來就行了 小...小姐, 別坐 那些椅子不是很穩定的, 坐在哪兒 不要緊, 我不怕的 你吃吧 我張真... 你常常說張真張真, 張真是誰 張真就是我 你不是來找我的嗎? 我真是發夢想不到你會來找我 所以一時六神無處 如果有得罪的地方, 小姐不要見鬼 我還是走了 小姐, 你一旦來到 你不是對張真有甚麼次教嗎? 沒有, 我打算你初來報到 這裡沒有人服侍你 小姐, 你放心 這種漂泊的生活 我張真已經習慣了 不過要小姐勞駕來這裡 我有點不好意思 你何必這麼客氣呢? 你忘記了我們 我們兩位嫌親 有很深厚的感情嗎? 是, 其實我很久沒來蘇州 不過既然有約在前, 現在又來了 我做晚輩的又怎麼過門而不入呢? 你跟金家真的有婚約嗎? 是 你爹沒有跟你提及過嗎? 對了, 那... 你怎麼知道我住在這裡? 爹...也有提及過 我蘇州也不敢多問這些事 是的, 其實這些事 我也不敢存有非分之想了 莫長大人的言下之意 是暗示張真, 今時不同往 船到橋頭自然直 張公子又何必這麼耿耿於懷呢? 何必見得我耿耿於懷呢? 你還說不是 我進來這麼久了 你也是抱在後面的 是嗎? 這是甚麼? 燒烤了 多事 是...我已經吃到嘴邊了 不知道怎麼說這麼多話? 不是...我看見... 我看見窗外一輪明月 就享受多事之秋了 那...請示張真, 慈殘迎威 才說這種話 你拿著他小口組 吃了之後就要像他這樣了